手抓國旗邊緣 六十名消防隊員 曾放射隊形往四個角落跑 全台最大巨型國旗展開 超震撼迎接國慶日 台東市政府前廣場 湧進超過兩萬人大聲唱國歌 整個市區超過一萬六千面國旗 歷年最多 國外遊客也來感受熱鬧氛圍 我們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相較台中 高雄市政府 沒有舉辦國慶日升旗 但是在左營國貿社區 國民黨在傳統眷村鐵票區 舉辦升旗典禮 上萬面國旗旗海飄揚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我們祝國運昌隆 各位百姓平安 為了吸引年輕人 還特地準備搖滾版國歌 為了吸引年輕人 為了吸引年輕人 還特地準備搖滾版國歌 自掏腰包舉辦升旗的 還有桃園中貞新村國旗屋 一萬八千面國旗紅通通 一大片超壯觀 國旗屋屋屋主張老旺高齡 八十三歲 雜數十萬 辦升旗典禮 已經連續二十九年 不只是二十九年 因為我對這個國旗 發過誓我要掛國旗 掛到死了 愛中華民國也愛國旗 從原本三人變成地方盛世 氣象局長證明點 則是舖照分享 山友在海拔三千八百五十八公尺 玉山北風參加全台最高升旗 全台從南到北 從平地到山上 用壯觀國旗海迎接雙十國慶 記者綜合報導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